对于很多人来说 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是充满温馨甜蜜的珍贵回忆 尤其是24年前 1999年的兔年春晚 在这届晚会上有十多个艺术门类登台表演 其中小品相顺等语言类节目占了总节目数量的三分之一 这在当年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今天就让我们沉温这些经典节目 歌曲类 歌手李琼的《山路十八关》 通过高耗明亮的艺术表达和独特精心的演出分隔 征服了全国观众 旋律动听歌词朗朗上口 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成为这首歌成功的不二法门 表途家人的飞机缓 耶 飞一夜一夜一夜 有有 中国台湾歌手任仙琪演唱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其中独特内脸的情愫 使得这首歌曲不进而走 轰遍了大江南北 也凭借这一首歌 使得任仙琪在观众心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香港歌手梅艳芳演唱了床前名月光 虽然这首歌的传唱并不广泛 大梅艳芳也通过这个舞台得到了更多观众的支持 全世界却是凌亡 仿佛告诉我生命本无常 来迎一首老师 喝一杯老酒 明月啊 别笑我痴 别笑我狂 天月光 一时地上说 去透光明月 低头四 在此次车闻舞台上畅想的《为了谁》 是一首献给酒吧洪水中 问不顾身的军人英雄问 何词聚集仇心 感动问无数怀下而逆 致敬中国军人 谢谢你们的付出 《为了谁》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 谁最美 谁最累 我的乡亲 我的长远 我的兄弟姐妹 当然 这届春晚中最火爆的歌曲 还是这首《常回家看看》 一首歌唱出了多少父母的心声 一句最土实的话语 对心情做了最率真直接的表达 就算放到今天来看 依旧不过时日 这首歌曲提醒忙碌的人们 即使再忙 也要跟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 戏曲类 在经济敏感慧脆的环节 袁慧琴 招火丁 于葵志等艺术家悉数登场 用他们的代表作为观众 带来了一场睡惊睡宴 语言类 而在语言类节目中 首先亮相的是国际友人大山 卡尔罗等表演的向盛 唐喜同乐 作品用独特的视角 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赵丽蓉 龚汉林 金珠共同演绎了作品老将出马 这是赵丽蓉身前最后一次登上春晚舞台 作品讲述了为迎接外国朋友 而练出带有地方特色风味的英语的故事 赵丽蓉老师纳唐山卫的话语 给作品度上了一层金光 牛琪 粉共表演了对口象征 乔哲俩爹 作品描述了两个插身的父亲相遇后 聊天的情形 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名人名言 令人啼笑皆非 忍尽不尽 除了这些 还有许多经典的节目 熟悉的台词长久的留存到观众的心中 回顾1999年的兔年春晚 蕴藏着这个时代最为普遍的情感 也成为无可替代的时代回忆 而无论时代怎样变化 每分春节团圆的主题不会变 亲人千里迢迢来相聚 故人跋山涉水来成坟 好永远